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尤德华的外景 尤德阿姨听说主要他爸爸更爱吃 是吗 他每次买他吃之外 听说他爸爸最喜欢吃 几乎带回去是给他爸爸吃 这是你说的 你要卤到透到老人家可以吃 对对对 咬得动又不会太烂 太烂你没有口感 吃起来也会腻 那时间要抓得很刚好 又有团性 嚼劲 这是最好 这是诀窍 让一家老小都能损止回味 独家的广市卤之口味 50多年一例西门町商圈 你外面卤的太白 那就是没有团口 颜色太深太黑 可能是回锅的 昨天没有卖完 回锅的 它会黑会变干 那我们这个色泽金黄色 看起来有亮亮 有弹性 这就没错 食材也得固定 每天早午两次 现一张的哥哥亲自带送 刚宰杀的鸭汁 客家四兄弟对品质同心坚持 那我们有用心 做吃的就是要用心进行 每一个环节就是控制好 客人吃的习惯 也就是蛮重要的 很多人好奇 生意这么好的一家老爹 为什么多年来坚持 坚持一下别无封号 白白说或许就是因为 他们四兄弟多年来 专心只做一件事 做到最好 心无旁悟 守住根底 我加工财帅 我 twin鸭池 这个美国走 treatments 麥克風采不來 也在這裏都擁來的